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事情我一说大家就明白 是什么 独尊如数 霸主百家 这个听过吧 那么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看它的影响 那么我这个节目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是把董宗苏的生平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所处的时代特征 处于怎样一个变局之中 然后我们再来讲 他的这个独尊如数霸主百家 和他的思想对后世产生怎样的影响 当然从我的眼中去看 他的影响基本上全部都是负面 而且负面的意义价值是特别大的 好了我们来看一看董宗苏这个人 那么董宗苏呢出生于公元前192年 这一年呢是汉朝刚刚成立10年 实际上他出生于高祖时期 公元前202年呢 刘邦建立了汉室 那么他活的年纪呢是挺大的 他大概活了将近90岁 192年到公元前104年 他在汉武帝期间他去世 他实际上是汉武帝朝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儒家代表人物 那么史书上讲他活了88岁 我觉得这个是可靠的 可靠的 他的年纪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他对儒家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他是河北的早强人 现在早强县 那么西汉时期的经学家 思想家和政治家 那为什么这边提到经学呢 在西汉早期 儒家开始分化 分成子学和经学 这个我不介绍了 这个看一看那个儒家人写的书 你就知道了 那么他的智学是以公养学为主 公养学是公养传是一本书 传说是孔秋的第三代弟子 就是弟子的弟子 叫齐国人公养高 这个人写了这本书 因此呢他在景地朝呢 被任命为博士 博士相当于就是现在的中国社科院 这个意思 在武帝朝呢 他被任命为诸侯国的国相 他先后担任过两个诸侯国 一个是江都 江都国国相 还有个是焦东国 焦东国 国相 那么董荣书呢 他著名的提出了一些 后面华夏世界经常说的几句话 最著名最重要的是他三纲五常 这是最重要的 那么其次呢 是他的阴阳五行 也是他提出来的 这个五常和阴阳五行是配套的 我下面要解释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 就是他的天命人 天人感应 天人合一 这个天人合一到后面后世 就是发展到诸心那边 就是春天灭领域了 这个我们在后面介绍 新禄家的这个节目中 再跟大家介绍 今天呢我就不展开了 所以他是汉初禄家的 一个比较重要的人 承接他的呢 是张昌 张昌 前面我讲过了 张昌是谁 是寻旷的学生 寻旷的学生 那么他作为 华夏社会 从 封建时代走向 大一统的一个重要人物 他的主要的思想 是为 统一的中央级 大一统王朝 来提供一种理论依据 所以他为汉朝的这种 君主专制提供了一种合法性 所以他通过天人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这个天人关系 也包含了 以前提到的天命道头观 天命润这样的 华夏原始朴素的这种自然润和世界观 都在这里面提供 所以他在五帝朝 完成了 华夏历史上思想史上一件大事 就是 终结了柱子百家的 真名状态 进入到 儒家世界的最高境界 叫什么 独尊如术 八度百家 所以在卢棍之中 他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人 好了 我下面来看 那么 华夏的历史 都是一部维史 所以这个董宗苏的出生是 具有一个宏大叙事的传说的 这个传说就是我们 家喻户晓的天先配 传说中他父亲是董勇 他母亲是七千女 这个我觉得肯定是假的 不可人的 因为董勇和七千女 也是西汉的一个民间传说 所以他就成为一个流氓罪 猥亵妇女罪的一个产物 因为董勇是偷了七千女的衣服 我不知道华夏的爱情观 为什么这么扭曲 这是一个什么叫 调戏妇女流氓罪 是吧 所以这个是假的 这不可人的 但是为什么很多传说要说 董勇书是 董勇和七千女的儿子呢 这个就是要伪造出 这样一个神圣叙事 就是华夏的这种 那种高纳商的人 他一定要有一个神圣的出生 就跟我们前面一起讲的 这个孟科和这个真参和这个谁是吧 都是孔雄都是要么是夏朝的王室的后代 要么是殷商王室的后代 反正他有神圣出生 这个百分之百都是假 不可人的 哪里那么巧的事情 要么做DNA 是吧 所以我说过一句话 就是在华夏研究意识是没有价值的 因为都是为时 那我今天要主要说的是 下面这句话 大家来评一评 我们的道路 如果说商鞅巡旷李斯 这条法家线索 他提供的一个发展结果 就是定情志 我把巡旷放在了法家人物中 因为他是李斯的老师 他是承接商鞅跟李斯的 那么孔秋孟科董忠书 这条卢家的线索 他实现的结果就是 定州礼 或者叫传州礼 这个州礼在此 我们可以称为汉礼 就是汉 汉朝的传统文化 汉朝的独尊儒素 那么这个其实还是 根本上还是州礼 还是州朝的等级礼教制 中法专制论 能解释了吧 前面是什么 定情志 通过法家完成 儒家完成的是什么 传州礼 定州礼 理解了吧 好 那么后面还有一大段 他的少年求学 反正就是非常的刻苦认真 叫三年不立元 研读的就是春秋公羊传 所以他来来去去读一本书 公羊传前面讲了 其国的公羊膏 所写的一本书叫公羊传 这本书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解释一下 是注释孔秋的春秋的 如果那个春秋这本史 说是孔秋编的话 我讲过的春秋是作为史的一个起点 所以公羊传 公羊学是专门给春秋这本书来做注释的 解释的 那么这本书的价值应该也比较低了 因为你是以为正为 以俄传俄的这样一个东西 对吧 如果你说你研究的是历史学是 波罗奔尼塔战争 那个休斯里德和那个西多多德的 西大历史学家的 甚至或者是亚里斯多德的 对不起 也是柏拉 是那个柏拉多的师兄 塞洛芬 苏格拉底的大土地 塞洛芬 他是个历史学家 是吧 他写了一个长征记 很有名 大家可以收一收 你看了国外人是怎么写事 包括凯撒大帝 他都是历史学家 所以这本书是伪书 以伪正伪的东西 那所以呢 就在景帝的时候 由于这个开始朝卢学转变 所以就任命他为公养博士 因为他研究公养学 在汉族的时候流行公养学 理解了吧 嗯 而后在武帝朝 武帝朝的早期 又被任命为江都王刘飞 和焦东王刘端的相 我们知道在景帝朝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件事最后 让汉武帝决心去 统一思想 什么大事 七一国之外 听过吧 勿王流弊 是吧 所以汉武帝一朝 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个是去真凶奴 是吧 未清或居兵的故事都听过 还有一件大事是什么 还有一件大事就是 去 统一中央局权 统一思想 是吧 加强中央局权 所以呢 他就成为这个 汉武帝的一个儒生 一个模式 他的对策是 诸不在六亿之科 孔子之数则 结绝其道 务始并进 听清楚了 除了孔子的六亿以外 其他的东西都不能选 皇上 咱们这个国家 一定要怎么样 统一思想 因为孔丘是什么 君君臣臣的 这个是汉武帝跟董忠祖都看中的 对吧 汉武帝他想的是什么 江山社稷 董忠祖想的是什么 大白饭头 各有所需 对吧 好 那所以呢 他主将 进行思想的统一 所以提出了 大筑百家 表彰六经 表彰六经 六经就是儒家的六经 诗书里一月春秋 是吧 统一思想 独尊独素 汉书中 讲的汉武帝还以为悦了一下 是吧 为之可否 他提到了他爷爷 刘恒 刘恒是谁啊 文帝 是吧 他说文帝 本号行明之言 行明就是 行就是法家 明就是明家 公尊荣 就是莫迪的土地 公尊荣 有人把杨祖也说为明家 有点道理 乃至景孝 极至孝景 孝文就是文帝 孝景就是景帝 因为皇帝前面加孝 都要孝 中国人要讲孝 孝金 增参 所以 自此以后 卢生的生存状态 有了很大的改善 因为他们跟权力的 勾兑了 使卢学成为 华夏文化的社会基础 并影响了两千多年 如果我们从 董诺书八十百家来算 大概是公元前一百五十年 一百三十四年的时间 到现在恰好是 两千一百多年 将近两千两百年 这个时间 那董诺书的弟子很多 他讲学的方式是 下围讲诵 他讲课的时候 用围巾把这个 他的这个书房围起来 只教那些高材生 而那些普通的学生 那些高材生去教 所以很多的董派弟子 没有见过董总书本人 他弟子中有出色的 比如是朱大 楚大为娘相 娘国的相 荧公为建大夫 玉石大夫 而吕布书为丞相长使 丞相长使就是 当时的相权是比较大的 丞相长使就丞相的一个秘书 这样一个职务 当时还没有实行三行六部制 汉朝是什么 丞相九卿制 这个我们 丞相三公九卿制 这个我们到后面再说 慢慢慢慢讲起 而董总书的学说 是以儒家的中法思想为中心 建议 大宗小宗 落之小末的方式 严禁 宗室和 大臣来怎么样 侵犯王权 所以他的核心思想是 极力的巩固皇权 捍卫皇权的高大上 这是董总书的核心思想 他又把阴阳五行的东西加进去 我们知道阴阳五行 它本身不是儒家的东西 阴阳五行是雷家的东西 你想想到阴阳嘛 是吗 太极嘛 是道家的东西 所以在此 卢道又进行河流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讲 卢道可以河流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汉初早期实行的是什么 黄老之学 到了文帝又有什么 行民之学 所以汉初的统治思想是比较杂的 所以我们看过 一中间教授讲的 汉初风云人物 当时出了很多人物 原因是当时思想是开放的 到董总书这里就截然而止了 以后再也没有其他学说了 到家就去生他老龄了 其他的派别 像商君书只能汉武帝 跟他儿子两人看看 其他人是不准看的 这首书是禁书 对吧 你理解了 而其他的家人全灭掉 像墨家 像杨朱的思想 他全部要灭掉 最后就是杨朱连 他留的一句话都没有 全部没有 我们知道他是什么 为我利己 其他都不知道 那么董总书把神权政治 君权 父权 夫权 贯穿一起提出了著名的三港五常 这个我在讲孔秋的时候讲过 我想是一个循环套 算来算去都没有合法性 皇帝没有合法性 先帝没有合法性 太祖也没有合法性 汉朝是高祖 高祖为什么没有合法性 高祖是秦朝的丞相 我讲过了 高祖是似水亭的 他造反了 造反有利 是吧 为什么造反有利 卢家要洗涤 怎么洗涤 秦二是无德 无能 施天下 高祖有德 人均 怎么样 得天下 这叫什么 求人得人 有何怨苦 这就是卢家的逼格 对吧 那么所以呢 他还把这个 公秋 公阳春秋传 这本书用于司法之上 提出了公阳治愈 其实他这个是 用儒家来修饰法家的 其实我们知道 汉武帝是非常严谨俊法的 刑法是非常残酷的 有制度这样的酷吏 还有像这个桑红阳这样的酷吏 都是法家的人物 桑红阳是恢复了管仲经济学 理解了吧 所以公阳 董宗书治愈是 汉代酷吏产生的基础 那么他因为这个原因 为了要给他来加以修士 提出了天人感应 三纲五常 非常重要的儒家论品 什么叫天人感应 天子 皇上是天的儿子 天子就这样来了 之前是没有天子这个说法 从董宗书以开始 你理解了 为什么 皇上是天派来的 天子 那么皇上在 华夏文化中的地位 相当于 西方基督教社会的什么 耶稣嘛 天的子嘛 天主之子 圣子嘛 理解了 理解了吧 还好他没说 皇上是天本身 这个没说 对吧 他要为什么没说 因为你要神权政治的统治基础 你要把神权变成皇权 你不能直接变成神权 你直接变成神权 你就没有办法来解释了 因为皇上是人生出来的 是太后生的 他不是从天上叼下来的 你解了吧 如果汉武帝跟孙武功一样 是从石洞里蹦出来的 那董宗书肯定说 皇上就是神仙 皇上就是这个神 就是天 问题是 汉武帝确实想这样做 也想去求长城不老 不是他有东宗书的故事吗 所以秦皇汉武帝 都是这种货色 你解了 做了皇帝想什么 想成仙 好好 真的佩服他们 好 为什么说董宗书的这个阴阳五行和三更五常是配套呢 我解释一下 给大家听一下 董宗书认为 金木水火土 这个五个元素 都代表一个 卢家的五常 木代表人 能以理自信的人 火代表礼 土代表信 金代表义 水代表智 这个董宗书老门一派 把阴阳五行和卢家的五常结合起来 从此华夏的思想界就陷入到一个循环相克 因为五行是相克的 你解了 什么金克 什么木啊 什么的 是吧 木克土 土克水啊 水克火啊 火克金啊 对吧 所以就陷入一个循环润的一个状态了 他就没有发展了 就没有怎么样 操验升级了 你解了 而且他是个什么 以为正为的 萌弄状态 他根本就不会有逻辑 根本就不会透过现象看本质 根本就不会产生 像亚里士多那样的 是吧 逻辑学和物理学 没有不可能的了 他到达不了那种 信号上的神度吗 你解了 好 我们再看他有什么学术价值的东西 有下来 董东说有一百多篇文章和词妇传识 因为当时流行汉妇 理解了 好 但是我觉得他的妇 写的没有司马相录和周文君那么好 毕竟写情诗嘛 是吧 那肯定很美 有爱情主题 你肯定这个诗拉出来就不一样了 你有感情了 你光歌颂皇帝高大上 那那没用的 理解了 所以好书都是情书啊 今天呢 有天人三册 四不欲赋 这些呢 还在 其他的大部分都失传了 那么随书 荆棘志记录有一本书 是他写的 叫春秋繁禄 这是随书写的 汉书是找不到的 这个说法 目前不仍被学书界所接受 部分接受吧 有争认 但是我个人认为 春秋繁禄是为书 是后来儒生 伪造的 而且他的陈述 应该是在南曼朝时期 是在魏晋玄学时期 这是我的推测啊 好 那所以呢 这个春秋繁禄的内容 我就不讲了 因为他是一个维书 他是用来衬托 公羊传 也是公羊学的一个代表 那么他的著名的一篇文章 留下来确认是他写的 是他的天人三册 讲的是天人感应 又叫协良对策 是西汉太初元年 公元前104年 汉武帝 造举协良 方正直言 建 注意了 这个说董卢之议多少岁了 他是公元前102岁 104岁去世 就是他去世那年 写的这本书 也是卢家的一种高大上的一种开局 说给大家听 福五百年之间 守闻之君 当图之士 欲则先王之法 你看 因为卢家那种 先王之法 都是这种话语结构 以代义 其事者胜重 难由不仁反 日以扑面 至后往而止 其所持操 而谬而失其同也 反正我不想去研究这个文艺文 我直接读到最后 后面省列一大堆论证的过程 反正就是皇上要顺从先王之法 然后怎么样 顺应天道 反正就卢家那种腔调 最后 何行而可以张先帝之弘焰 上参尧顺 下配三王 尧顺是什么呢 就是上五个人均 对吧 那么这个三王呢 就是 汉朝的三个 高祖 文帝和景帝 就是武帝朝 武帝之前的 这里面没有提谁 没有提惠帝 惠帝一直被女后控制 没有实权嘛 是吧 高祖 文帝和景帝 这就是汉书 董农书传写道 这个应该是真的 为什么 汉书是后汉搬故写的 你西汉不远 你董农书去世只有160年 所以这个应该是真的 好 那么 我的总体而言就是 董农书的思想学术水平是非常混乱 当然那个时候 卢家也没有什么 罗金的东西可以讲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 一本文章叫 灾疫之记 当时写的是 辽东的高庙发生火灾 祖父彦 库立啊 祖父彦 也是刑法 刑家的 把书上奏给汉武帝 汉武帝让学手讨认 以为该书讥讽朝政 这还得了 你能讥笑皇上 董农书的学生 吕布书也在场 吕布书不知道 这个是董农书的作品 然后大骂 此处大语 其结果是 董农书被判死罪 然后由于 吕布书的囚情 被汉武帝赦免 但是降级 降为钟大夫 原来是什么 原来是比较高的是吧 律师台府 降为钟大夫 此后 董农书再也不敢讲 阴阴阳五行的 然后回家怎么样 阴阳天年的 这就是这个故事 就说明他的阴阳五行 非常的混乱 他也讲不清楚 被抓住把柄 然后差点给搞死 当时情况就是这样的 你要抓到什么把柄 到汉武帝那边告一状 汉武帝把你给做了 他正从没借过 收拾你了 接下来 接受我的评价 我评价 应该是比较主观 但是是 对不对的 那请大家来听一听 基本上都是我的东西 董农书所提出的 大一统思想 为汉代以后的统治者所应用 是吧 秦是他之前的 然后是西汉东汉 然后呢 然后就是隋唐 宋元明清都在用 历代统治者都遵从他的 大一统思想 那么大一统思想究竟是什么 我下面再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董农书鼓吹儒学至上 霸注百家 结束了华萨的百家 真名世纪 导致中国思想文化的倒退 和人民思想的禁锢 文字域随着而起 第三个 董农书的三纲 这就是大一统思想的核心 它的核心架构 天人合一和三纲五叉五 他完善了三纲 原来在孔雀里面是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父父亲戚 现在直接提出来了 君为成纲 父为子纲 父为其纲 这是董农书的 有的人在后面又加了 加了一句辩证的话 适合华夏人的辩证统一 左右都有你的中庸之道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 胡说八道 董农书的本意 是要让君民天下 要让江山色系永固 他不是劝似两言 你别再幻想了 有的人说 他是受到了 汉武帝的蛊惑 而扭曲了 孔蒙的思想 这个我觉得就有点 叫尴尬了 为什么 你这个明明是 叫原教师主义 是马克思 思想没有问题 是后面的共产党员 他的材料有问题 虽然你说的 他们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但是呢 他们在经济上犯的罪 在两性关系上犯的罪 是什么 是因为他们怎么样 自己堕落了 是马列没有问题 这不扯淡吗 所以这种说法 就跟马列没有问题 是后面的共产党 自己变坏了 这个是有很大的 亦曲同工之笔的 你解释了 所以我就觉得那些说 董农书扭曲了孔盛的原意 我就觉得你 真的 你吃祥 一定要吃孔子 他的原祥 原来的奋杂 其他的奋杂不行 加油 我认为三安五常是 整个华夏传统文化中 最大的招谱 这是我的节日 我下面说两段 长的内容 经过刘彻和董农书 这么一稿 终结了 朱子百家最重要的一种遗产 是言论和思想表达的自由 我们且不谈朱子百家的高低好坏 但是他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 就是用刚藏伦理 天然感应来代替自然法 混淆了人类社会正常的价值序列 因此编织成了两千年以来 俯士奴役 华夏人 人心的 皇权专制文化 进而独化了整个东亚文化圈 奴教社会 让人无法产生自由的意志 独立的意志 更无法触及到更高的信仰体系 关于宗教的 关于道德仁义的 关于精神掌理的 这个跟华夏都没有关系了 所以这两个人基本上编辑了 华夏社会和华人的文化基因 我们知道在2019年年初 有一个基因编基因儿 贺建奎 人想去做上帝 那就是灭灵之灾 今年的整个一年都 全世界笼罩在新冠病毒的威胁之中 这叫求人得人 所以像中共这种 共产党中国社会这种社会 它进入现代社会是一种灾难 它应该在农业社会止步 真的 我是这样认为的 因此有了这样邪恶的基因 基督教信仰在华夏的传播 也受到了中法人理的排斥 排外 所以屡次受阻 锦衣退 从锦教路华 到后面的天主教路华 再到19世纪处的新教路华 再到现在 洗包子来拆教堂 拆十字架 抓牧师 抓神父 今天又一个神父被抓了 就干这个事情 说实话 华夏是专门跟神跟真理做对的这样一个民族 你好好地体会一下 是不是 我下面来继续总结 如果说上阳寻旷里斯 这条法家线索 他的结果是定秦制 那么孔秋 孟科 董忠书 这条卢家线索是定周礼 是定汉礼 都可以 董忠书整合了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 道家来了 天命人 天命道统人 既有道家 也有卢家 各类思想 为大一统的西汉帝国 寻找合法性的根基 所以在他与汉武帝的合作之下 心造不宣的合作之下 完成了巴克斯 学过历史都知道 独尊奴术 霸驻败家 推动了 神权君主专制 和中法伦理专制的发展 从此 中国社会从卢家 变成了卢教社会 卢家变成了卢教 注意区别 卢教社会是一个什么 正教合议的社会 你要知道 中国古代社会 也是一个正教合议的社会 但他的教是什么教 是卢教 是皇帝教 理解了没有 为大一统的中华帝国的 神圣叙事的合法性 提供女人根基 我们更要警惕的是 看似卢教为皇权服务 专门为专制王朝 周而复始的 因为专制王朝是崩溃的 重建的 他要怎么样 要给他洗地 我们还要看到 此后的华夏社会 已经变成一个 宗教合一的 卢教帝国 其实 王朝和王权 并不是占主动的 王朝推掉了 刘家被灭掉了 而王朝王权 已经变成了 卢教话语体系中的 不断试错的 道德陷阱 注意了 王朝王权跟卢教 究竟是哪个更强 后者更强 他是文化的力量 所以今天述在那边的 不是汉武帝 是什么 孔秋 记住了 我下面用我在 拍录谈孔秋的第五集 讲汉武帝的时候 讲到了一个 一段话来结尾 天朝社会 对圣君的幻想 已经变成了一个 求人得人的 假面误会 就跟今天我们去 子望200斤一样 想通过独尊卢术 实现刘家的 江山的千秋万事 是刘车的慈心万框响 孔圣定律 是刘车的主管产物 他不了解 儒家的独性 更不知道 儒教社会的危险之处 只是一厢情愿的 意淫着 大汉江山的美好未来 梦想着自己的 遗传基因 DNA 可以千秋万事 鱼肉百姓 而受压榨 受剥削 都是韭菜们的宿命 但是自然法告诉我们 这是不可能的 社会会崩溃重建 如果没有汉武帝的霸注百家 和独尊卢术 也不会让中华社会 变成一个孔神的迷宫 孔神的迷宫 它的实质 我也讲过 是古典哲学家 柏拉图眼中的洞穴世界 这就是华夏的本质 这也是 董忠书和刘彻 联手完成的 以穴社会 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